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方,这视频来看一下惠祖转身解斑的第二波爆料 这个爆料看起来是点击了一技能的效果 并且在释放的第一段后,技能图标出现了个黄条倒计时 这个时候再次点击一技能,利用团扇把地面的火扇出更远的一个距离 这个技能效果应该就是好火灭雀 对比惠祖斑的近身好火灭雀 惠祖转身解斑的前摇虽然也不是特别大 但惠祖斑的效果似乎更快,也更难反应 至于美术效果,第一段看起来稍微有点奇怪 第二段速度快,效果就还行 上次爆料这档的提升和秘卷都在猜测是不是有主动提升的效果 现在策划直接把提升按钮给放出来了 秘卷也取消携带了 到底有没有专属秘卷或者是特殊提升 就只能等到11号情报会来揭晓了 既然惠祖转身解斑的一技能是火盾 那二技能可能就是虚总的呼或者是木盾 但只有两个简单技能 就算全都有二段效果也会过于简单 所以策划肯定还是藏了不少的东西 比如说能量条或者是切换形态后的一些其他技能 又或者是强化技能 最后就是战姿 虽然战姿还是老样子 但脸部细节相较于第一次爆料还是有变化的 看起来策划也是在不断优化和改进 包括现在看到的好火灭缺特效 可能也会在商家的时候有变化 接下来就期待一下惠祖转身解斑在11号的全技能爆料 希望质量和强度不要让玩家失望 今天视频这里我们下次见 拜拜